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先践行时 保护永朝警官即将播出 浙江省的钱塘江 因为波涛汹涌的大潮 而闻名世界 2020年9月20日 钱塘江边上数十名官朝人 来到了堤坝的栏杆边上 尽管涌来的潮水 随着潮水的进一步逼近 人们发现潮水即将超越堤坝 纷纷躲避 可是这天正值天文大潮期 水急浪高 浪头携带着大量的江水 瞬间覆盖了大坝的路面 十几个躲闪不及的官朝人 被冲倒在地 这是同一天 在赤江路九溪一号坝附近的路向 潮水漫过江堤 十几辆正在行进的轿车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永朝可能会危及 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为什么还有许多人 跑到江边去冒风险呢 这和潜塘江壮丽的景观 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潜塘江不同的江段 永朝也有着不同的景观 有时候它就像一条线 奋勇向前 所向披靡 有时候会同时出现两条朝 使而交叉 使而分开 使而会合 呈现出变化多端的景象 潮水波涛汹涌 势不可挡 在江中的移动速度 能达到每秒七米以上 最为壮观的 是用潮撞击堤坝的瞬间 雷露击万军 巨浪滔天 形成冲天大潮 率先撞霸的潮水 能量并不会马上消失 就像撞击墙壁的网球 会迅速回弹 形成能量巨大的回头潮 前来后涌 上下翻卷 奔腾不息 这个钉子坝的上面 竖起了一根桅杆 悬挂了势高的灯笼 高达十几米 冲天的大潮 轻轻一击 就超过了这个高度 一线潮 交叉潮 和回头潮 这是前唐江永潮的三大景观 气势磅礴 畏为壮观 这就是前唐江永潮的魅力所在 使得许多人趋之若忽 前唐江的永潮 在给人们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 也给一些慕名而来的观众 带来了伤害 1993年 有七八十个观潮人 聚集在杭州硝山一个 十多米高的钉子坝上 观看即将到来的大潮 他们以为 站在这个高坝上 肯定没有危险 没想到 那天潮水特别大 翻越了钉子坝 站在高坝上的人 全部都被冲了下去 这次意外 造成27人受伤 19人遇难 2012年农历八月初二 著名的观潮点美女坝 聚集了十几位观潮人 汹涌澎湃的大潮 突然撞上了堤坝 将水覆盖了整个路面 而就在第二天 还是美女吧 多辆摩托车被冲倒 如此强大壮观的泳潮 其实也有消失的可能 因为母亲河 长江 在古代也曾经有 气势磅礴的泳潮 长江曾经在唐代 以前汉代 它也有叫做广陵通 那个时候也是 喇叭性河客 后来由于长江的泥沙很多 长江把苏北南通 沿成这一带的淤积了 所以说喇叭口已经 就是消亡了 所以它现在就没有涌着了 保护泳潮的景观 是近三十年 才被人们重视的事情 因为近百年前 前唐江泳潮是灾难的象征 恐怖的罗刹 巨大的泳潮 常常毁坏两岸的堤坝 农田和房屋 杭州历代地方政府 都以消除潮灾为重要政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通过大规模的治江工程 使得整个江道被稳定下来 毁坏堤坝农田的潮灾消失了 前唐江泳潮完全成了一处 工人欣赏的自然奇观 但是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 前唐江上的建设工程越来越多 那么破坏力强大的涌潮 会不会影响工程的安全 而反过来 这些工程又会不会影响涌潮 导致永潮的景观发生变化 甚至像广陵涛一样消失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首先要了解永潮景观形成的条件 弄清楚可能影响永潮景观的各种因素 为此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花巨资建造了整个前唐江河口的物理模型 这个一比一千的巨型物理实验模型 清楚地标示出了 前唐江挤入海口的地形地貌 和所有的建筑 注水之后 还可以模拟出永潮的移动情况 模型上一个特别的地方 名字叫做大缺口 这是因为这个位置经常被永潮冲回 形成缺口 所以得名 大缺口在我们整个前唐江河口里面 是可以看这个交叉草的一个地方 前唐江由于泥沙淤积 江中有时会形成沙洲 当潮水经过沙洲时 就会被沙洲分成两谷 两谷朝头绕过沙洲后 再次相拥在一起 这就形成了交叉潮 大缺口是江中沙洲 形成最多的地方 每次大潮来临时 由于上游的浸流量 和潮汐大小的差异 交叉潮的形态也会不同 有钉子形的 所以又称为钉子潮 两谷潮水 势均力敌时 会呈现出十字形 所以又叫做十字潮 有时还会呈现出人字形 称为人字潮 呈现出梯形或锦字的样子 称为锦字潮 光怪陆离 形形色色 交叉潮 交叉潮也是我们整个秦南江河口 三大涌潮景观之一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会研究 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的涌潮在平面上的一些变化 我们看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交叉潮 什么时候会出现人字潮的 有关的一些条件 以及它的这个出现的这种概率 从大缺口继续向前唐江的下游走 是沿关永潮观测站 这里是欣赏一线潮的最佳位置 也是每年8月18大潮日 游人最多的地方之一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形成一线潮呢 最主要的是跟它这里的 一个是岸型有关 大家看到就是说我在沿关这个位置 两边的岸型 北岸跟南岸的岸型 相对都比较顺直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就是它的河床相对也比较平坦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欣赏到 就是前唐江的一线潮的这个情况 涌潮的方向正好和前唐江的 静流流向相反 前唐江的下游是涌潮最先倒拔的地方 顺着江道逆流而上 潮头经过岩关 最先到达的关潮景点是老岩仓 这里是观看回头潮的最佳地点 那么为什么老岩仓这个地方会形成回头潮呢 创新建行时 稍后继续 前唐江永潮有三大景观 大缺口的交叉潮最好看 岩关的一线潮最气派 老岩仓是观看回头潮的最佳地点 老岩仓的地理环境不同于岩关 岩关河道顺直 涌潮毫无阻挡向西挺进 而老岩仓的河道上 处于保护海棠的需要 建有一条长达660米的蓝河丁坝 这条丁坝是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修建 那么其目的也主要是保护 这个丁坝后方的海棠安全 所以说起来的话 因为当时修建的时候 是为了保护海棠 但是江中有了这条丁坝以后 反而现在形成了一个 比较壮观的涌潮景观 我们叫回头潮 挺进的潮水遇到障碍后 被反射折回 然后翻卷回头 显现出金韬翻卷 巨浪滔天的宏伟气魄 这就是前塘江三大景观之一 回头潮 大潮来临时 潮水会翻上附近塘顶 这回一千多米后 才慢慢消失 前塘江涌潮景观形成和江道的走向 两岸的建筑 以及江底的泥沙 有着直接的关系 如果盲目地在江中修建 电厂 码头 桥梁等等建筑物 势必会导致涌潮景观的变化 2003年 全长36千米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之前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专门修建了前塘江河口的物理模型 并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将杭州湾跨海大桥建造在了河道之中 当时的话我们是利用整个秦南江河口模型 来分析就是这个桥进了以后 对我上游的泳潮是多少的一个影响 第二个我们也把这个桥放进去以后 来分析就是桥进了以后 对我整个大浦港水动力跟泥沙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影响 通过试验分析 大桥的建设不会对涌潮和榨谱港造成影响 桥梁建成后检测发现 大桥对涌潮的影响和模拟的情况一模一样 影响甚微 如果模拟时发现 即将建设的工程会对涌潮产生较大的影响 那么工程的方案将被推翻 前江隧道是南连萧山 北街海宁的特大岳江公路隧道 原来的规划是前江石桥 然而项目北岸紧邻关潮圣地 海宁市严关镇 在这里修建桥梁 一旦因桥墩的阻挡破坏涌潮 损失不可估量 水利专家们又在前塘江河口的物理模型的边上 建造了玻璃水槽 研究建筑物对涌潮 水流 以及泥沙输送等各个层面的作用激励 目前正在开展的是泥沙作用下 乔登附近的泥沙运动的一个问题的研究 通过模拟试验和数据分析 水利专家认为 在沿关附近建设桥梁 会改变泳潮现有的景观形态 建议采用隧道过江方案 2014年 前江隧道通车 泳潮景观没有受到影响 泳潮景观得到了保护 人们观看泳潮时 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创新践行时 稍后继续 现在 前塘江流域管理中心 已经开始了泳潮的预报 发布前塘江13个观潮点的 最佳观潮时间 提醒人们远离危险区域 安全欣赏大潮 如果想到前塘江观潮 可以通过多个渠道 查阅各个观潮点 预报点的潮道时间和涌潮高度 让观潮更方便和安全 通过科技创新 科研工作者找到了既能保护永潮景观 又能让两岸人民更安全放心 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前塘江正在以他宏伟壮观的永潮景观 迎接着世界各地的观光客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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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